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畅文天下事 CC作为大众节下最美的一款车型,在起初上市时就震惊四座 不同于其他大众的车型,CC在外观设计方面达到了一个巅峰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第一代的CC依然是具有非常迷人的魅力 随着全新一代CC的亮相,这款车的热度依然不紧 曾经的与丰田睿智并驾齐驱,号称街头车神的它 在人们的心中的弊位是非常高的 这次最新改款,为上市之前就转足眼球 喜欢它的人对它万分期待,不喜欢它的人对它各种不懈 然而在8月28号晚上市,8月份节省的餐厅时间里就卖出了2099台 成绩实在是喜人,这也可以反映出CC在中国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据说,在价格刚公布的时候,网上很多人是反对意见 并不看好它,认为25.28到30.98万的价格偏贵 不同级别的麦腾5万左右,奥迪A4优惠价格也相差不大了 还不如选择奥迪A4 但是CC用销量成绩证明了自身的实力 那么它究竟是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外观上,神星的CC和上一代CC最大的不同就是变得更加犀利了 车头改造的变化非常大,更加的具有视觉冲击力 颜值非常高,非常符合当下的设计潮流 作为一款定位轿跑的终极车来说 低矮的车身搭配流线型的线条 让这款车看上去非常的动感,很有运动气息 尾部造型同样简洁大方,科技感十足 同时,车尾上方还带有小尾翼 再一次强调了其轿跑的定位 层次感也很强 车门采用了无框式设计 逼格很高,也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做工也一直是大众的强项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动力采用2.0T发动机 分为高低功率版本 高功率车型的最大功率为220马力 低功率车型的最大功率为186马力 传统方面,匹配7速DSG 商离和变速箱 总的来说,大众品牌本身也是不错的 民间认可度很高 如果花同样的价钱买一个低配的 或许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为了那个车标 爱车的人更在乎它的整体性 新的CC各方面实力都不错 接下来是否还能够保持这样的好成绩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